同學,全新的汽油幫浦來了,我們要開始安裝了,去吧! 來,全新的料來了,我們把它比對一下 因為這個有分三種啦 它說還有藍色,綠色,白色,但是我聽起來比對起來是藍色的 但是原來車是倒白色的,我覺得很奇怪 但是以車上的料為主 小心翼翼,我要靠它了 大概一樣,我告訴你,它就插在這裡 這個地方 它這個白色的話,這個孔是真的有用的 它會燙,會卡 就這樣子,這樣就是一樣 大概就這樣子 你如果另外那個藍色有沒有,這個孔是不適合的 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特寫 噢,這普湯在這裡擋,感覺上很沒有安全感耶 側面,不要再擋了,我會怕啦 好,這樣等一下就把它裝上去了 阿它這個索沒有附,這個之前有換新的,就直接把它拔過去就好了 這一個特寫的 我是叫那個原廠的 什麼,VDO的啦 這不是那不中嗎 在這裡 在這裡,VDO 有附長,兩千幾塊啦 這,騎到差不多要到五千 四千六百多,還OK啦 然後,這個索箱先把它移下來 索箱 這個 好 你看這個,聽這個索箱好像 應該要從上面 等一下要套上去 拋回去,把那個下面的東西卡到 等一下索箱 乾上去,應該是要從上面 從下面 沒關係,從下面上去 普湯也會卡到耶 大耶 還好啦 從下面可以啦 因為它這個普湯做這樣,我是覺得很失敗 你知道嗎 看起來這樣看起來很脆弱的感覺 來啦,難得拆下來 多看一些特寫 這像人工心臟那個大動脈的 然後 旁邊就這樣 這齁,我跟你說 這想要給你記錄一下 它是不是這樣子出去 這個就是另外那個 到那個左右 那個油湯尾 在揉過 可能不知道在平衡那種 然後這個應該是普湯 這個是那個 那個Q-Pump 一般來說 你發動的時候 洗爐在拆的時候 才會過電 就是大概從這裡陷入這樣下來 然後比較出的這邊就是 正電,那邊是負電 順便記錄一下 那一般 有的 旁邊這個Q-Pump 這個腳 適不像它的長油 長油一直搖 這個會斷掉 我有遇到過 那一般如果長油沒有 你可以 鎖一個螺絲過去把它固定 把它幹住 這樣它就比較不會搖晃 好啦,開始來蒸 然後 拆下來的話 這個油管可以順便換掉 啊,因為這一節很容易硬化 啊,不然 近前它的不用手 可以先把它抖這樣 啊,就是直接換前面這一段就好了 要不然裡面 裡面的生薑機很難用 啊,這個硬化再揉 很難揉 這個也是 這一條是火油的 這個還好啦 這個管子 就用一般比較好的 啊,然後這個就用那個 藍油等級的 我記得我裡面還有啦 分享一下給同學 喔,我今天跳的這小高超 拿下來 也是把它夾住 這個不要太緊 人家也不能太黏 黏就好了 這個,喔,搖像你媽的 都硬化了啦 嚇到 把它割開好了 割掉了怎麼辦 喔,你娘 割這個很危險耶 好啦 開啦 你看 所以這個如果沒有換的話 它也是會硬化 我會下課啦 來 拆下來之後 我們來比對它的管路 齁,這塊預備管 請用多好 來,我們裝看看 它是幹軍區剛好 然後這個也試幹看看 齁 幹進去 好,這樣可以再黏黏 這個主要是左右油箱 在拉那個油氣在用的 它這個平衡 這個比較不差啦 主要是 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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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油管出的它有壓力 而且這個材質要用藍油的 但是我看這個 上面這個它應該是不是啦 啊,我有買這個 比較好的 同學看 藍油管怎麼看呢 對焦好了 FUEL 這就是藍油專用的公 這種公在賣起來很貴 齁 然後試幹看看 喔,幹下去 剛好稍微緊緊的 OK 來,我們攪取它的長度 也不能太長喔 好 來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彎啦 啊,你長大概可以多一點點出來 不夠再 在那個好了 對啊 它不會切多過頭 齁 切這個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疼痛感喔 來,開始 啊 人家這手在做主意喔 這個切到 不是開玩笑的喔 這樣子 因為我要再看鏡頭 不然等一下實況轉播 手指切回去就好笑 好,OK 這個 藍油管 我們今天換手指 換手指 換手指,換好了 藍油管 覺得把它 長度要加一些好了 大概在這邊好了 因為它那邊是從那邊拉過來的 因為它那邊是從那邊拉過來的 這種齁 切起來會很Q的 它不會很硬 對啊 喔 斷了怎麼辦 好啦 來,油管要接上去了 然後這個束環 順便把它改小一號的 它原本 用太大的時候 我覺得它在鎖 比較不簡 齁 以後再說 就直接這樣套上去 來 我盡量安裝給同學看 我盡量安裝給同學看 這個把它拉住 把它酸進去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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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閃下去 更拉 拉 拉 你媽的 喔 這個真的 要拍DIY 難怪沒有人要拍 真的超級難用的 好了 你看 可以後面一點點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把它鎖住了 好 就這樣 把它套進去 好 然後還有這一截 喔 這像醫生在手術的喔 我怎麼怎麼出事 我竟然在我站那裡 這樣子 這樣 鏡頭看起來才有臨場感 好 來 幹 進 去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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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白通學都流汗了 白通學都 流 汗 拉 好 好 來 掛進去 那裡是在掛頭要怎麼掛下去 好 然後這邊等一下放進去 這個先預備 才不會忘記 等一下忘記要重幹一次 先進去 好 先掃的 沒那麼開 要烙的油燙就倒了 我們試用這個就好了 白通學拍這支皮真的有點累 原本不想拍 但是想說 也是分享給同學 等下接上去剛剛好 好 這個要拿起來了喔 在這裡預備 拿起來這個先把它撥到旁邊 這正常待會是放開倒了 但是很久沒有差也忘了 沒關係啦 可以拿起來就好了 應該這樣可以啦 你看 汽油那麼多 感覺很危險 來那個普當 啊你媽的 那個油網卡到下面了 我要伸手進去拿了 剛剛自己嚇自己 這個我已經先拆掉了啦 好要安裝上去了 來 方向先對好 之後 之後 這個角度 應該是這樣 啊 對對對 拜託 進去啦 這個大動脈 閃開 然後 竹子也敲好 奇怪了 怎麼幹不太進去 好進去了 旁邊這個 盾啊 盾要 因為它的盾很緊 然後姿勢調好就可以鎖上了 然後鎖上的時候 這個要先 進去喔 要不然 就成功進去啦 你娘你不要拿著 抖你捏 進去啦 差一點點 你媽的 差一點點 它不會做寬一點 是不是 然後就慢慢轉 難怪這個D2的片沒有人要拍 齁 就只有白東西 這個白痴在拍 你一定要訂閱啦 今天台灣人很欠這種人 這個不用太緊啦 齁 然後這個燃油管什麼可以上去 齁 然後這個蓋子正常是有一種特攻在轉 但是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是用這樣用打的就好了 它不用很緊啦 大概敲一下 盡量不要擋到進口 按就好喔 然後 管子上去 就可以發動啦 齁 你娘還要太低 夭壽咧 趕緊 我這個 重新把它弄長一點好了 然後 這個剛好 這個先上去 剛好先上去好了 來 幹進去喔 幹到底剛剛好 這個太短了 等一下要再加 這樣要大功告成啊 白同學生影生啊 這個 這個 一字旗 很難轉耶 好 大概這樣就好了 這邊 再用長一點好了 這樣剛好 再把它拆下來 可以啦 這個軟軟的還好啦 你媽的咧 要讓你加緊 你加不緊 幹進去 這隻匣子讓它在上面 好 這樣 可以齁 這個 我可以 匣子在 上面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剛剛好啦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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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媽的這個很硬耶 結果這個也不能太長 太長 就塞不進去 進去啦 喔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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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 喔 這是白同學的手藝 一般這個 藍油管 都裝好之後 我們這個把它 再鎖緊一點 損一下 這一條很容易漏油 再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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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好了 再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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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插座 它一般有防呆 形狀不對 它插不進去 它這個頭前 也是都環保線頭 我一般是就把它打架了 但是今天去損就好了 就是兩個把它推到底 把它擀進去 把它擀進去 然後這個也是 有一個缺口 再擀進去 這樣就能發動了 汽油幫補裝好之後 要來發動了 這是最緊張的 剛開始幾下應該發不動了 等一下 麻糟娘你就保備一下 再等一下 好 第二次就要發了 好 油門吹一下 好啦成功啦 油門扣出來 噢 發動之後 我們要來這裡觀察 看有沒有漏油 來 衝衝看到這裡 開始在漏油 所以這個要稍微這樣 剛剛發動的時候 這裡會漏油啊 就是這個300磅的管子太厚了 而且這個管口也太大 變太冷了 阿不然我把那個管子小一號 鎖緊之後現在發動看看 油門發動 因為剛開始原本裡面還有空氣 會比較難發動 然後現在這裡代速都不能有油出來 讓它代速個十分鐘好了 然後代速十分鐘之後 這個都沒有漏油就可以鎖上了 完成 然後確定油管都不會漏油之後 蓋子就可以裝上去了 然後你看我這邊有打那個酥缸缸 這個部分的話 我有拍另外一支影片 同學有需要再去看 因為這個環保的東西 街頭它都會爛掉 要不然拍下去 那個片長太長了 來 媽的咧這個 這麼難擠 擠過去了 這個那個 淋配要把它配起來 這個 這個要套進去 媽的咧 管它的 撕開好了 要不然這個線 要再拔掉麻煩了 不要了 人不要太龜毛 有毛就好了 定點對好之後 蓋上去 不要在那邊叮啦 好了 好了 裝好之後上面順便包浪管 然後這個淋配要就可以蓋上去 座椅裝上去就好了 最後座椅裝上去 然後這個136再裝很簡單 後面推到底 然後 啪 啪 OK OK 同學 那白同學這一次為你們所示範的這個 BMW136318 更換氣油幫浦這個動作 希望對同學會有幫助 節目最後趕快來轉一下 氣油幫浦這種東西 說真的 什麼時候要掛掉 真的不知道 如果是那個 預算過的話 能把它定期做個 預防性的更換 這個是最好不過的 以上分享給同學 節目最後 記得要怎樣 訂閱白同學第二教室 掰掰